。 Biazuki凡、Starilippe 主任。 就是... 从这个战略掀布局 现在美国这个情况下 现在很多这种 很多不确定因素 国乌战争 中期选举 还有这个 谋的这个台海战争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 现在朱立伦现在来了 这个带的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事情呢 看成一个 因为把现在刚刚发表了 这个安特尼发表了 一个什么呢 发表了一个对华 对华这个政策 这个宣誓 这个对华政策宣誓 就是 目前情况下 美国 这个白宫和国会 基本上是这个 拜登团队 比罗拜登这个团队 对华一个基调 这个基调是什么呢 与中美的 这个合作 结盟 然后呢 竞争 这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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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这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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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者的关系呢 是怎么来确定呢 我们来讲啊 这个 现在是对不起 怎么走 这个走的一个情况 一个要有一个大的一个 作为呢 就需要有一个 一个 战略的思想 需要有一个 我们这个 不是现在就看到 就事论事 对台海问题 对乌克兰问题 不是对每一件事情 来 来讨论 这个 讨论这个 中国和美国的态度 不是在哪一天 我发表的一个讲话 像这个 像这个 拜登这个讲 这个 那个 事不一无一 这就是一个战略 这个 刚举目张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我相信呢 也是 安同理这个 给策划了 安同理 这个 因为在这个 对华这个 政策的 原点 一个基本格调 就是 事不一无一 所以 人呢 无信不利 就是要 才谈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 也连着这个 格调 就是按照事不一无一 这个格调 来布局 来策划 这个十年计划 来策划 这个十年计划 百年计划 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 是发展自己的经济 然后呢 这个 重新组织 解放那个生产力 解放生产关系 解放生产力 就需要人产 要需要招商引资 就要把那个 现在 这个 因为现在 美国要 美国人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一个弱点 就是实体经济 我们现在 发钞票 还有科技呢 我们现在 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发展力也不够快 但是来讲呢 从一个金融操作上来讲呢 还是比较 经验比较通通的 但是 还需要 更新 这个 需要新鲜血液 需要 这个生产力 科研的新鲜血液 要自己培养 这个大学的培养也好 科研所现在在研发这个当中 培养也好 需要一个 培养未来的真实 这是两个步骤 一个是要 要确定这个方针 就是拼经济 但疫情这个是 这个自然的 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说它 这个是必然的 全世界都在搞这个 这个防疫这个工作 但是 作为美国现在的重心来讲 不是进行战争 不是搞冷战 也不是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花了四百亿 这个实在是一个 劳民伤残的事情 这个 这个事情呢 还有那个 昨年世纪还在不断地加 加码 加那什么 这个是国往言之吧 现在先把这个 放在那里 因为既然已经 已经做了 但是 万变不离其中 原来关键是要 自己的事情要搞好 你美国的事情 现在是 现在是停滞 还是比较 虽然看起来 我现在卖金火卖的好 这是一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 基础建设 还有一个 新的 现代的基础建设 5G啊 智能管理啊 AI啊 智能管理啊 包括现在军事啊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人才的培养啊 这个建厂啊 基础建设啊 包括那个 一些老旧的 一些 那个老旧的 机场啊 交通啊 铁路啊 都需要更新 包括我们 送电的 运输这个 用电 还有很多楼宇 现在都老化 这些基础建设 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落后的 已经到 到中国的三四建成事了 这种情况下来讲呢 不像一个 不像一个洋洋大国 一个不断前立 一个新型大国 而像一个 这个 现在变成了 欧洲了 欧洲呢 就是一个基础建设 还是 你到哪里去看 还是个乡村一样的 农村 还是一百年前的房子 这个呢 就不适应这个 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 不断的更新 当然我不是说 就把那些旧的东西 都给它拆除了 我们到南方去走一走 除了福利利达以外 其他的南方很多城市 小市城啊 还有其他的都很落后啊 就给 你能说 它想象不到的落后 所以 美国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 南方的州 支持这个 共和党 对这个 民主党 这个大政府 因为 这个阳光雨露 没有照到 这个 这个 这个南部 这个城市啊 南部城市就像 中国的一个 西部大开发一样 一代需要开发 就是说 作为一个领导 一个白宫的 政府的领导人来讲 拜登 因为在 你从79年 你就在这个 这个国会当中 参议员 从这个 中美建交 签订这个台湾关系法 你就 你就在这个国会 到现在的几十年 快四十年了 我们现在看着 美国这个 南方有多少变化 有多少 这个新气象 有多少 现代化的工业 有现代化的基础建设 没有 这个是 一个政府 这个是谁的责任 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是政府的责任 让你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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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们自己 围着南方 那个城市 围着这个 这个城市化 现在 这个基础建设 现代化 我们 这个 这一届政府 做了些什么 我们是 不是人民的选民在投一个选票 才选择我们 现在是 现在 为什么 南方都是 共和党的城市 因为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是把这个精力 就放在 希望能够把这些人 造成起来 发展起来 我们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就要把 这一部分 南方的这些 就叫往 在这中国 中国有一句话叫 老少边穷地区 那么南方呢 也是新再开发地区 就是 唯一 没有 用个文学的话 叫 没有开发的处女地 一代开发的处女地 那么 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 就美国的南方 建设的成 像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南方一样 像广东一样 像广东 广西 像东南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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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一样 因为它靠着加勒比海 海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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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海 去海 变向大海 春暖花开 所以说 我们 因为这个 四不一无意 就保证了 中美关系 不会发生 冷战的一个冲突 就保证了 中美关系 能够在这个 协调的基础上 进行合作 第一是合作 第二是结盟 第三是 竞争 互补性竞争 合作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安德尼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对华政策的 讲话呢 把它修正一下 既然我有这个 这个特区 先要布局 所以我这个目标 这个钢 就是 这叫什么呢 提钢协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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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品牧章 这个中国话呢 就是 你战略上问题解决了 战术上的问题 就是 最重要的问题 台湾问题 就叫 战术上的问题 第一老链 就叫 战术的问题 那么 那么 那么那个 朱立伦 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来 那么是通气 那是结盟的一个 一个小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棋子的问题 你这个 台湾这个局 怎么样的来布 那么 我既然有了这个钢 我既然要 将来要 要完成这个 中美之间的T2 T2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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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就需要 一个 一个竞争 合作性的竞争 这也是合作的进化 合作的进化 大家都看过这本书 这个提出了四个原则 第一 我是真诚的 我是善意的 我的与人为善的 第二 我是有 我是有能力报复的 你对我做好的话 我就对你做好 你对我好的话 你一报 反一报 我也对你 那么 那么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 成就别人 就是成就知识 这个话 说不明白了 我现在 美国现在 现在到了这个 需要 需要 那么 基础建设 这个程度了 谁的基础建设 最强了 全世界 最强的基础建设的 就是中国 你中国 你现在 我 既然我到了困难的时间了 不是 我无所得 还有空 对不对 但是 至少来讲 你要有个诚意 我需要基础建设 你愿不愿意帮忙 你愿不愿意支持我来搞基础建设 你大陆愿不愿意 你台湾愿不愿意 他一定愿不愿意 台湾人民民进党你愿不愿意 中国国民党你愿不愿意 好 这个字 他时间就出来了 问问你们能够为美国的基础建设 做些什么 台湾这个地方 台湾这个地方 是中华民国的 是 习近没有统一 现在是习近平 朝思暮想的一块 要解放的土地 美国有没有 有没有力量来参与 有力量 但是不是美国的重心 美国不会为了 为了台湾这个 这个妻子 在那里出兵 就是象征性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承诺也好 六项保证也好 我是 答应你台湾人民 可以 与什么呢 与台湾人民 可以 与美国人民 同等待遇都可以 你可以到美国来 美国来 我现在呢 一共同建设美国家园 你这个光说 你什么 你不出力 你不参加美国的建设 你就没有 你就不是美国的真朋友 你要是 中国国民党 如果要是美国的朋友的话 你要投靠美国 拥抱美国的话 你就要来投身美国的建设 现在 现在来讲呢 就这样叫 这个家和办实行 你既然你愿意 成为美国的贴干 朋友 你就要来支持美国的建设 因为台湾那个建设 来讲 也好 说老实话 台湾未来的前途 那么就是在大陆了 那么大陆肯定要把这个地方收回去 而这个收回去 这不是你将来 你台湾民进党 谁当权 谁做主 谁就能将来 作为一个种族 这些东西 将来的台湾发展之权 是操纵在北京的 而不是操纵在台湾手上的 这一点 就像是 孙中山说了一句话 发展之权 操纵在我的心 操纵在人 我的衰 台湾现在发展的 发展的 全的未来发展的 不是操纵在台湾 民进党手里 你更不是 也不是操纵在台湾 朱立党的手上 放心好了 你即使当了 那个什么 这个台湾还是要地方 你当了 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你就当了你 台湾未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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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所谓的总统 你也是要清除 这个 中国大陆的政策 中国大陆给你 这个一个会才政策 你才有会才政策 中国大陆不让你 不让你这个 搞这个独裁 你就不能搞这个 所以 这个 你胳膊 拧不过大嘴的 现在不是两个 不是这个 平行的关系 你连这个 就是说 你连这个 你有一个权力 就结束战争动态 你是战争的 这个 这个 交战团体 成全你是个 交战团体 你不过是代表 东华民国的 法人政府 中国的法人政府 现在是2758 决议 已经确定了 这个东西 这个地位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是代表 东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策 你不能把这个 权力给剥夺了 你谁是政策 你两个人 所以台湾和大陆 东却争这个政策 没有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 联合国已经确定了 这个理都不理你 对不对 你连发言权都没有 因为你就是个地方政府 所以美国 正在美国来 按照规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好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好了 这个肯定了吧 那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也是清晰的 准确的 全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 台湾省的 全部的主权 14亿人民 囊括了 不是你如何发言 你愿意不愿意 你不愿意人 人不愿意 你可以得到 那么 你这个土地是 那个什么呢 在囊中的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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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力之下 射程之内 在导弹射程之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 射程之内 所以 你任何的 任何 任何的 颠覆 你任何的 那个 否定这个联合国 内容国宪章 中华民国 这个 就是台湾 这个 这种荒唐的 六论 在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 还能默认的情况下 我都觉得 这个是一种耻辱 无私 是 是两岸人民的无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能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呢 这叫无知 大陆人说的话叫大陆人无知 台湾人说的话 台湾人说无知 政客说的话叫无耻 所以说我们讲了半天这个 我不跟你讲 你理解也好 你不理解也好 我跟美国人讲 这个规矩 这个法律就是这样 法国民论规定 不得 不得废除 法律上 联合国现在还是中华人 中华民国 还是代表中国 国外还是这个 摩托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说 我们要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就是名无其事的中华民国 就是寻名择识的中华民国 新民主义论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认识这个民主共和这个制度的本身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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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共和这个 共和制什么叫共和制啊 就是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 大家一起协商政治也好 是民主政治也好 是民主政治也好 选举政治也好 这都是属于共和的范围的 就是不能一个人啊 做 当皇帝 不能人人都想去当皇帝 这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我们这里说点到位置 说到这里就完了 不去做的 我们在谈的是 我们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在这里谈了 谈了十大事情 你要试 要 这个东西呢 擦山之石可以 可以公寓 既然中国 我说 我们向谁学习啊 技术建设 中国搞得好 我们就向中国学习 你科技 那个5G 5G搞得好 我就向你华为学习 我不是想脱钩甩空 脱钩甩空 我隔绝 隔绝次 把你十字砸着我自己脚 我美国如果跟华为脱钩 我的5G技术 我就想得不到这种 这种那个 这种这个这个这个 进水楼台宪政院 我就想得不了这种知识 这种知识 知识就是知识 科学技术就是 切记性能力 我为什么要 把你的音乐背识呢 你 因为你华为有了 我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我为什么不能向你学习呢 这个就是美国 不要把自己 那个那个那个 做地 把自己关在笼子里 脱钩是脱钩 你跟脱钩 你跟华为脱钩也好 跟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中国脱钩 你是把自己 关在自己的笼子里 不是封面 不是把中国关在那龙骨 你第一岛链 封 不是把这个第一 封在第一岛链里 中国的 中国不是 你第一岛链 能封得住的 就像大鱼治水 大鱼的部队叫鬼 他用了分分 他最后用了十年时间 来围嘴堵截这个治水 治水 治水结果治不了 你现在 你现在 这和大鱼治水的一样的呢 你要疏导 你要把这个 这个好的经验 疏导到美国来 疏导到美国人学习 你至少美国人 派出一些人 到中国去学习嘛 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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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奥巴马 那个那个 十万强计划 就是你 我到 看了十万青年人 到中国去学习改革 学习 中国的市场经济 学习你中国人 是怎么样 搞市场经济的 是怎么的 诗不必不顾地子 地子不必不顾诗 你现在虽然 你过去美国这个 是老大 你是老师 改革 一些科学技术 那个 通信技术 这个IT也好 这个网络技术也好 你是老大 但是你 这些 包括我都是 跟美国人学的IT技术 我是中国第一批 那个印刷线路板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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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补助设计的工程师 那个那些 程序软件 我们都是跟美国学的 但是 后来有些 我们学过 掌握了之后呢 我们又不断地更新 综合就創新了 什么叫做综合 是吧 我把你的东西 学过来 我知道你怎么搞的 然后我再 根据我自己的条件 改 创造一个 新的一个 idea 一个模式 这就叫做创新 这叫综合就是创新 这就是你的 更上了一层楼了 聪明的人 就是把学习别人的经验 把别人的经验 变成自己的经验 这样子你就长本事了 我不是聪明的人 我不是说我在 因为你 你这个 你聪明 因为你掌握了这个技术 我就恨你 我就杀你 我就打定你 用武力来把你征服了 这个是罗马 罗马 罗马是什么的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我来了我看见你了 我征服你了 这种生育 你一定要用 你要先学习人家 你学习人 掌握了人家的技术 掌握了know how 掌握了这种本事 你要结合自己的条件 因为你自己的条件 不一样啊 所以你就那就 你就又聪明了 中国的高铁技术 像日本那 像德国在学习的 现在反过来 它比德国 搞得更好 这个大生产 它大生产和小生产就一样 就像小农经济 中国原来是搞小农经济 就搞封建 就是搞小农经济 台湾就是小农经济的 这个场合 台湾人是台湾人的 这个小农经济 这个idea 美国也不能再回到 这个小农经济 这个殖民经济 那个那个 我这个美国人 就是美国人的美国 不是 美国人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国 为什么呢 全世界的人才都到美国来 就是因为看到你美国能够 不具一格降人才 使用人才 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呢 它还要更改革 它就是因为不具一格降 使用人才 能够收集人才 人才就是第一生大力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 中国改革的 有一个铃铛妙药 就是摸着石头过头 摸着什么石头 搞了十个经济特军 就是给这些特军什么呢 不是给钱 而是给它一些政策 我们可以给这个 南方的十个城市 十个州 一个特殊的政策 我可以让它打破州的季线 我把这个州的联合起来 我建设这个高铁 或者建设什么 网络化的建设 网络化的发展经济 我们联合起来 然后呢 制定一个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 我们不搞那么多条条方 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利用这个人才 能够就地的人 就地的 就地的 当地的居民 能够让他们 提高劳动素质 能够提高劳动素质 能够集合在一起 进行企业的生产 企业是讲团队精神的 培养一个企业的 一个熟练的一个工人 就是培养一个成熟的 一个团队精神 一个企业文化 我们不是个体文化 个人的力量在大生产 这个现代规模生产的 它是渺小的 是奔散的 就是因为布朗运动 它这个 东西它是互相抵消的 相消的 互相相消的 最后就等 布朗运动的结果 就是零和效应 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人想东 那个人想西 这个 这个方向就综合制 就没有了 相消性原理 就是没有了 这个核裂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了 所谓企业呢 就是把两个 不想要 一个往东 一个往西走 我让那两个人动了 一个走 这个叫相加性的 这个相加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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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 增益性的 这个力量 就变成了 就是 它就共振了 你这个 相消的 就抵消了 比较的 你的生产力 这个 张力 你的 本来张力 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往下 这个 不行的 政权不一样 你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这个就相交了 就赢了 你如果两个都 打得 基本上的同胶 或者大概成的 那么就是一个合成 就一个合成的夹角 就变成了 共振的一个 就形成一种空间 就力量就变大了 这个社会 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也是这样的嘛 台湾为什么 为什么 社会 社会 社会比较混乱呢 就是一个想东 一个想西 民进党要往这边 要脱离 就那个什么 脱离台湾 然后呢 那个国民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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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搞这个 这个 一东一西 凡是国民党搞的 民进党就反对 凡是民进党搞的 那个 那个 国民党就反对 现在好了 现在一个要独裁 一个独裁 这个两个又相加了 所以这个共振 就变成了台独分裂的一个 分裂的国家的一个 一中各表是分裂国家 是两个 一中各表就相当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 那个 台湾是一个 中华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 一中各表的 就是两个国家 一边一国 是两个国家 这两个同流合物就成 形成一个共振 就成了台湾共识了 这个就 这个就 产生了国家 就注重了国家分裂吧 这个 你这个 你成为这个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 都不认为 台湾人是中国人 所以 这个 就引起战争 就引起台海 这个 武总台湾 现在看来不能实行 一国两制了 为什么 因为一国两制教育已经 基础没有了 国家统一的基础没有了 所以要改变 彻底推翻这个 这个 这个政权了 这个台东政权 独裁政权 因为 改变了这个 就叫意识形态 就改变台湾 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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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 现在跟你讲道理 你不听 你不听 讲联合国规矩 你不听 你认为你后面有个 美国爸爸 那么美国现在也不支持你去搞太多 你现在 那个 那个 朱立文来论述 但是朱立文再论述 他论出不了 这个 国家走向统一这个 这个步调 那么 这个 这个 时代浪漏浩浩浩浩 顺势者 趁势者 你不顺势 那么 百万修士过大海 那么就 过来了 他不等你 中国 这个步调 这个节奏 他到了需要 解放台湾的时候 他不等你 就一定要来接管台湾 好 你接管了台湾 你国民党你愿意留下 做中国人呢 还是做 做 做中华民国的叛徒 你愿意 愿意 到日本去 到美国去 这都可以 因为人 人是活的呀 你不 你不希望 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台湾 那么 你可以自己走 你可以走人 你可以到美国来 到美国来 美国 你的入籍 你进入美国的 成为美国的一个公民 第一条理由 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 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接受这个条件 你在美国 那么 你要参与美国的建设嘛 台湾店就是一个建设嘛 产业链 其他的下游的产业链 那是一个建设嘛 你在重新建设 移民就是革命之努啊 移民是中华民国的革命之努啊 什么叫三民主义啊 三民主义就是 不是民族主义 三民主义是共和主义 是民 这个走向和谐社会 团结的 团结人民的一个 对吧 就是和谐主义 是反对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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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个大清民族 那个什么 满族人就是高人一等 就是人家民族平等 对吧 你不能说台湾人就高了大陆人一等 你想着到台湾 到大陆想着特强 这都是 这都是中国搞的这种 这种封建制的这个政策 美国人就没有这一套 美国人就是搞你 你自己就 你就是到哪个 到哪个州 就说哪个州的法律 你就尊重 尊重这个哪个 这个州的人民 你想着什么待遇 你就想着什么待遇 你不能台湾人到着大陆 我就想着台湾 台湾什么特殊待遇 这个就叫做封建 你也 台湾也不是你的 你也有 大陆也不是你的殖民地 你为什么把大陆 你把自己 大陆人那个 共产党 为什么把自己的人 贬低到 台湾人的第一等呢 台湾人在大学里头 可以洗澡 可以 两个人一个房子 大陆人分校 四个人一个房子 然后还不能够洗澡 这个就是 这个自我歧视嘛 自我矮化嘛 这个东西 看 我不坑气 老百姓不坑气 但是不等于你这个坑气 你共产党这样子 就是做的这个 这个道路就是对了 这个按理说 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 适应这个实在发展 这个 不一定 所以要强调我的意思 但是你的意思呢 就完全是对立的 美国的社会主义 比中国的社会主义 更社会主义 就变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 就没有 你不够我这么多钱 我就不上班 我到下班的时候 我就要去休息 这个也 这个叫做福利 这个美国的工人的福利 美国 我失业了 我就有领救济金 而且救济金 跟那个 你上班的工资也差不了多少 起码能够维持这个生活费 如果大陆这么搞的话 大陆的生产力 就没有积极性了 这个疫情呢 我宁可我不去上班 我在家里 我可以拿補助 可以长期拿補助 可以一直养到老 到老了 我退休了 我还拿有 有低保 还有一个福利 我可以住的 住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低收入这个宾馆里 一个月的房费 才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所以 这就是美国的 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 反而在土外的生产力的发展 而中国呢 是讲个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 也没有 真正达到平均 这个有差别的 这个是有差别 就有差别 你不能那个差别的 那么大 你 大陆人的待遇 上学的 同样一个 课堂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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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 你不能这样子 在那个 骑自己 你让大陆的学生在 在学校里感觉到 受到羞辱 对吧 待遇上说 然后大陆的学生跑到 跑到台湾的学生里 那个 那个 浴池里面去洗个澡 他叫这个 台湾那个 西洛 这个就叫做 就是 华生有狗 不能入内 这个是自己 自己 自己给自己 定的这种 定的这种 不平等表演 所以你 既然有这么一个表演 我建议很多 大陆的学生到美国来 都学习学习 在美国来讲 他不会把你台湾 你台湾的学生 一个待遇 中国大陆的一个待遇 没有这回事 你看 人 人 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大陆的有些思想 确实需要改 改革 这改革 确实还没有止境 包括我们 一些略根性 我不是说了吗 窝里豆这个 疫情的 台湾就是一个 窝里豆的一个典型 我一再说 台湾社会 在美国社会 一个害群之马 就是台湾长老会 它就是一个 台独培养台独 把大陆人培养台独 反中 仇通 恨国民党 恨共产党 这么一个 绿营的一个根基地 一个堡垒 一个毒瘤 一个COVID-19 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 我提醒美国政府 我们不能允许外国人 在中国 带着美国来 搞这种 搞这种阶级斗争 搞这种 纳粹 纳粹 这个斗争 这个就是社会 枪击案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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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 第一大要 要制造和谐社会 要人人都要团结 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 美国叫 新的三民主义 叫民和主义 要不断的立心求生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 适应这个时代的综合素素 这叫民心主义 让人民站起来说话 能够有 让一个共产党 能够像国家主人一样 我不要做国家的总统 我不要做国家的 国家主席 但我要有一个监督的权利 有个知情的权利 参与政治和 参与和改造这个社会的权利 那么共同建设这个 佛罗里达 郭武东建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民和统一 我再说一遍 我一开始提出的 新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的美国新 新的美国新 新的美国 那么现在就是新美国 把那个冷战思维 也变成一个和谐 加上 那个 互补性竞争 互补 各自发挥优势 相向而行 这就是一个新的形象 我们现在就是 今天我给这个 安东尼这个 这个 拜登这个 还有特朗普 写这个信 就发表这个 这个中级选举这个投票 我这 发表我这个投票 就是我以 citizen 美国总统的公民 这个身份 我来参与美国的政治 参与美国的这种改革 参与美国未来的一个设计 一个未来一个 两难选择的 这么一个选择的方案 格局的一个建立 我今天说的这句话 都是尽我一个 新美国人 新移民的一个责任 因为我也是这个国家的 未来的主人 而且我将来 世子在这 我千千千百年以后 我都在美国了 我师父就在这 就像我 四千六百年前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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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石油那个 那个中原大战那个 打败呢 被沿地 轰到中国来 轰到美国来 轰到他们 美洲的那个 印第安人一样嘛 我们就是印第安人的后代嘛 所以我们 包括这个 印第安人 我们就是 我们不是要被 我们是另外一个 强调我自己 就是 一种文化 强调一种这个 自信 我跟着格局 我为什么不能融入 美国这个社会的 那个一个文化呢 我为什么 将来被 你如果 不融 你就会被 就厨杀 印第安人也好 干什么 剥人体也好 中脑子干也好 或者 这个过去那种 是野蛮的 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 你激动了 人家 你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的感恩节 是走上来的 因为 印第安人还给这个 火鸡嘛 给这个 殖民主义 一件火鸡嘛 就是还包住它 后来就变成一个 敌对的 敌对的 敌对情绪 就像台湾党老会一样 这个 煽动这种民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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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对立 这个 族群对立 你只有相信和谐 亚裔要和谐 中韩要他 美国人 要和谐 中日也要和谐 日本他就 不是这样子 日本他在 在 在美国人面前 他是 他计三下四的 但是他实际 骨子里面 他不 看不起很多人 他正好美国人 他把他的 他把的 他没有 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 就像 你看 日本人对待美国人 就会想到 你将来台湾人 怎么样去对待大陆 因为 日本人在 在台湾 在 日本人在 在日本 对美国人来讲 又显得 一日一日 包括韩国人 韩国人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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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 警卫人员 当时 喝醉了这个打架 他想说一定特权 这就像 中国给的 会台政策 让台湾人想说特权一样 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 会产生那个 民族情绪啊 一个 比较情绪 美国才是没有 在美国才是 一个 我们 华人虽然也受歧视 但是 你做得 你做得没毛病 你在车上不是大声说话 当然 你 我们中国人啊 爱到哪儿 包括哪儿 特别是女同胜 女同胞 走到车上 走到哪里 人一多了就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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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在那儿牌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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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i 你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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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不是吃大虧,要學會吃,不是吃大虧,我們先要成就別人,也成就自己 這個叫先吃虧,吃小虧占大便宜,不是占小便宜吃大虧 我們要學會怎麼樣把我自己學到中間,我教給你美國人怎麼樣的管理工廠 我怎麼建設規劃,規劃這個城市,規劃這個南方佛羅里達,我怎麼營銷這個城市 我營銷這個旅遊業啊,餐飲業啊,營銷這個取緣這個文化啊 我讓美國充滿一個和諧,充滿一個多國各個國家民族融合在一起的一種氛圍 你看美國到了五月份才有亞洲月,原來沒有,現在有了 因為亞洲人多了,就一個和諧,這個就讓你受到尊嚴,受到尊重 宣揚你這個亞洲的文化,而不是強調美學,狙擊天然不不不 強調你文化,只有你們文化,才是對先進文化 這個就是文化的一個傳播,一個文化的如何,一個問題 唯有源頭活水來,你只有在這個,這個源頭,靠誰啊? 不是靠習近平,靠拜登,而是靠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作為一個大使 作為一個傳播文化,一個展現一個形象,每一個人都展示自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形象 一個國家都有好的形象,有壞的形象,你不要把壞的運動方面都展示出來 那種自私之利啊,坑坑拐騙啊,窩裡豆啊,兔子窩邊草啊,陷阱啊,挑大神啊 這個把好的意面留在這個地方,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你自己做了好事,我就剛才說了,你不管別人怎麼說,看表揚不表揚,這都沒關係 你自己做的給自己經歷,我做的好事,我今天我做的給特朗普寫封信也好 給拜登寫封信也好,給安聰明這個寫封信也好 我表達我對這個美國的這個問題,我看到問題出現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糾正這個問題,我是用我這個實踐 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我是遇到這個問題,我怎麼處理的 我是怎麼來組織這個生產的,我是組織怎麼來學習這個文化融合的 我把我這個提出來,你願意聽你,你不願意聽辣的 我就給國民黨一下,從國民黨,我是國民黨那個 我給那個李登輝協定,我給陳致扁,同情同國,共建家鄉 陳致扁踩辣了,提出了四不一沒有,OK 但是你採納的不一定完全都採納的,我也不一定完全同意你,陳致扁 我給陳致扁設計安排了一個參加那個炎帝靈 我知道有那個策劃方案都有啊,就給,怎麼邀請,讓那個,讓那個國裁辦邀請 我們這個通過那個誰,那叫小說那個那個,這裡,我們去找中央一個實方案 一個,那個那個誰,那個那個那個儿,然後呢,我們也通過一些人際關係 想要邀請陳致扁,到時參加,2000年,一個人際關係 當時參加,2020年,湖南省延寧遠邸县,間暴,謂公? 哪會 因為通過這個基礎活動 宣揚這個兩岸之間的延遞文化 想要搞這麼一個活動 實話我是當時在辦公室主任 我是這個活動的參與者 所以這個事情沒有辦成 沒有辦成我做了 我這個解決方案 實話方案 我寫出來 沒成是怎樣 乾隆毋用 我就說了 沒有成就當我自己一個學習 等於我教了一個小學的畢業 畢業的考試 我考的不好 沒有成沒有採納 就像我考那 我每次考試都 都是把自己的考試當作 考驗自己 提高自己一次機會 所以我才到 我才能夠特別啼啪 那幾千人在西安參加招聘 我是破壞入取的 因為他一道題 我認為他一道題 那道題恰好一個 一個條件不充分 他必要條件不具備 他出現了幾種不確定的情況 如果兩難選擇 我就兩難選擇 第一方案是什麼 第二方案呢 我就 就得了 兩千人在深圳招聘 就如果一個人提出這麼一個兩難選擇 我這個不一樣 那結果 就是因為用了我這個不一樣的人 那我就到了 深圳特區社會工業區的 第一家中環合作廠的 副廠島 直接三個月的副廠島 而且我沒有參加那個 那個社會工業區 十七培訓員的培訓 因為他說我經驗已經 我實踐經驗了 所以這個社會工業區 深圳都知道呀 所以我這個不是說 這個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和我現在 我在美國做的事情 和我當年在中國做的事情一樣的 在美國做這個事情 比中國做的還要大 這是因為我成熟了 而且 而且 而且我感覺到 我遇到了貴人了 我在美國遇到了很多貴人 是吧 這個貴人 我在中國也遇到貴人 但是這個美國遇到貴人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 克林頓 我是打了招呼 但是沒有故事一面 但是克林頓呢 在北大這個講演的 很多東西都強調了這個 中美政治 人民之間的關係 我在這裡呢 我在這裡呢 最開始呢 2007年 跟那個誰 小博士打招呼呢 真是貴人 但是他是這個 就像那個利爾王一樣 對吧 他已經下台了 他已經沒有這個力量了 所以呢 他在有權的時候 他沒有怎麼做 但是等他下來 他看到了 他也做不了 但是 接下來是 共和黨 和民主黨的 那個 奧巴馬和那個 那個 尼希爾的上來了 我有同樣的辦法 因為我沒有黨派的 一個區分 一個概念 我也 更沒有黨派之間的 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恨 共和黨和民主黨 對我來講 這是半斤八兩 所以我 我 我愛的是 美國政府 和美國人民 和這個美國的 遵守這個 美國的法律 按照這個 法律程序 好 因為我 我是那個 美國培養這個 職業經理人嘛 我就是 按照美國的規矩 來做事情 欸 很融洽 2010年 這個 米歇 這個 米歇爾 經常跟我回信 奧巴馬也經常寫回信 但是寫進去 我有很多東西 看不懂 那時候我英文又比較大 我就加點時間 學習英文 那個 上了英文的補習班 但是我通過這個翻譯器 我知道他寫了什麼內容呢 他鼓勵我這個 成為一個總統的公民呢 爭取這個 總統公民獎 另外 積極參加社區活動 在社區活動當中 做出 立功的 有力的貢獻 我都做到了 我要成為一個合格的 新美國移民 但是 我不一定 就要 去參加白宮的 什麼目標啊 什麼智囊團啊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 差得太遠 我知道 是英語來說話 說不清楚 是吧 所以 我只能用中文來講 我只能有這個 進我 讀麥財斯克 是吧 我只能用中文寫出來 盡量的 盡量清晰 clear 調理 邏輯性 這個結構 比較嚴謹的一個 一個建議 對吧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 就事論事來談這個問題 一件一件的 這叫量變 之所以到現在 我成為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一個在不謀一面的這個 白宮的老朋友 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這個事情 能夠直接對上話 能夠 能夠聽得進去 因為熟悉的 就量變到質變了 現在可以說是一種 質的非要的一個 世界上 我覺得我在 現在在美國 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新移民來講 我沒有拿到 美國的 世界的那個 美國那個 但是我是一個 啊 我不是那個 明 明 我沒有那個 那個 美國那個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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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呼吉那個 但是我是 總統的公民 歐巴馬 尼西爾 成為我是總統的公民 總統的公民獎 它不 不分國籍的 你只要對美國的 建設 做出貢獻 就是美國總統的公民 我不是美國正式的 這個 法律上的公民 但是我是美國總統的公民獎 這叫 國際公民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 idea 這個是個新概念 我也告訴你 我不瞞大家說 我就是 這個這個這個 2010年 2月19號 這個 尼西爾奧巴馬 給我的 給我的email 直接 只給我一個人的email 不是你的總統的批發 隨機列的你 題目就是這樣 總統 提名我為總統的公民 這個我在民主黨內 就有了我自己的定位 那個時候 2010年就給我寫過很多信 email 但是那個叫群發 但是尼西爾這個是叫 單發 有聯機 有單發 因為 因為 美國需要這樣的人 給他 用外來的 用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啊 他能提供中國的 改革開放的經驗 而我當中是 中國改革開放的 先行者 排頭兵 太黃牛 民不虛傳的 唐唐正正正的 有假包換的 改革開放的 始作雍者 排頭兵 大家知道的是 人工 不知道 知道的是 人類一些 所謂的搜口上的 風流人物 包括搜口 但不知道的 對不對 我做的事情 不需要別人知道 我需要歷史 歷史以後來慢慢發現 點點滴滴就夠了 我不需要給我 去塑一個像 我也不需要像 袁東一樣 冒那個政治上 我不出 我處相 我不出風頭 我就避免了很多 標課的誣陷 誰能說我是 我提出建議 誰能說我是 有罪啊 我做的 我做的 因為沒有去拿你的 去 我沒有收你的錢 沒有拿你的名 沒有拿你的東西 去換我自己的個人 私人利益 所以我很 很慘大 我唯一對不起的 就是我女兒和我 我老婆 我沒有 他們對我的服務 對我的 為我操心的心 對吧 為什麼我女兒先到美國 為什麼讓我 非得要到美國 因為在美國 她知道我不會有 任何大的政治風險 她說 大風大浪 給我翻不了船 我老婆呢 踢斤踢膽 跟著我 為什麼老婆 老婆那個什麼 我感覺說 對不起老婆 老婆得了她 因為擔驚說吧 得了你 先來 我們從鬼門關 2005年從鬼門關上過來 我覺得欠老婆 一條命啊 所以呢 我感覺到 人家這一輩子 一定要做好事 做善事 我們不說 為人民服務 起碼來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不要去想著自己 唯利使徒 怎麼樣 坑害別人 我想的這個東西 我是 不是解放大陸人民 是解放台灣 台灣搞台獨的人民啊 你搞台獨的人 你跑到大 你跑到大陸來講 你非也 非把你槍斃了不可 你現在 你留在台灣 也一定也 不會好 你糾結的 你一定是想不過去 你一定不好過 日子一定不好過 你搞台獨的人 你說了那麼多的 你說了那些 污衊的 污衊的 分裂的話 污衊中國的共產黨 污衊大陸人民的話 你說了那麼多 說了那麼多 說了那麼多損話 過頭的話 包括現在 在台中上活躍著名嘴 你們無恥 說了那麼多話 但是我給大家 一條出路 你到美國來 到日本去 你謝祥寧也好 給日本人當兒子也好 當這個李登輝也好 你未來你在台灣 你要想在台灣搞 搞搞地下活動 那你就搞地下活動 你不想搞活動 你在台灣 到美國來建設美國 那你就將功殊歲 我們不叫 你在大陸那叫勞動改造 你在美國來講 那叫給你一個 你成為一個建設者 光榮的建設者 給你例子 你的身份就變了 我跟你變成 我現在在給 國務院 國務院 和拜登總統 在提這個 打這個小報告 我就要放這個 按照台灣關係 把ACD 讓把台灣 這個台獨的人 解救出來 解民道宣 讓他們到美國來 參加美國的建設 美國現在 佛羅里達 這些南方 現在條件是苦一點 我到深圳的時候 深圳這個 這個小魚村 哪有大城市 現在的繁華 你沒經過這些 這個建設者 你就不知道這個田 我沒經過下鄉 我就下了農村 沒經過那一毛九分錢 的一個勞動日 沒一個 四川一個 那肩膀手的 要存一百多斤的東西 走個私底路 那真是 我要命啊 不掉一層皮 我不知道 農民有多苦 你就是到了美國 美國最差的地方 現在就是 南方也好 不得美大也好 一些南方的省事 你在這裡搞特定 因為那個地方 勞動力便宜啊 勞動力便宜 我搞廠 辦廠 我才能夠搞 搞這個 容易辦廠 容易成本 降低啊 你跑到 華盛頓來 華盛頓 第四 你跑到北方來 這個北方軍 為什麼打呢 他因為他 南北戰鬥的時候 北方軍 因為他覺得高人一點 對不對 南方軍 為什麼奴隸制呢 勞動成本比較低 你不到勞動成本低的地方去辦廠 水往低處流的嘛 上山落水 水往低處流 你辦廠就要到 勞動力比較便宜的地方去的嘛 人放高速招 你要採用的形勢 你要採用新技術 我到佛羅里達也好 到南方那個小石城也好 到這裡呢 我把這些地方建設起來 成一個比 你華盛頓還要漂亮的一個城市 比那個 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更好的一個港口 因為那個 南方啊 天氣熱 冬天也可以幹活 北方呢 冬天就幹不了活了 我看看 我現在講了多少時間 講了一個小時了 對不起 我今天就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這個起個頭 我是一念之差 解民盜旋 我真心的還 本來還講 我列的這個十大綱領 十大綱領 哎 指示結構 現在需要 台灣人啊 需要一個戰略像 能夠比台灣 比國民黨 比蔡英文的 比馬英九 比朱立倫的戰略思想 要站得高的人 給台灣人指點泥金啊 那麼這個人 我想不是我的 我想那個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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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也好 就給台灣要指點泥金啊 要把 要把台灣 追於死地而後生 要把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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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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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而後撐,你就知道,那我乾脆離開,台灣這個地方反正不是台獨的地方,也不是搞獨裁的地方,我另外找個地方 因為美國有美國的花火山,既然你沒有這個土,這個土長不出台獨,將來你長出台獨來,你將來也會被削滅,你是個被剷除的牛尾蛇神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裡,管理,好,結束,這個叫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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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個道具 這兩條街,然後除去那兩條街以外的地區了,兄弟們這才第六街啊,就已經成這樣了,這才第六街,我去 實際上這個時候,我的右手邊就是那些所謂的高樓大廈,因為那些高樓大廈其實跟我也就沒多遠啊 因為美國的城市就是這樣,你如果,因為沒有360度攝像機嘛,你只是說,在它的城市中心的那兩條街轉,那有個七八棟高樓 然後按照咱中國人的邏輯就覺得,啊,這個城市其實好棒,好像跟我們中國一樣,其實完全不一樣啊 因為你只要戳那兩條街以外,就基本上都是這個樣的,就美國大量的鐵球袋就是這個樣子啊,根本也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樣 我知道,可能剛才在這個城市中心,大家覺得小市城可能還會不錯 但是你知道,由於這個像素的限制啊,這個是不如眼睛好的,眼睛看著還是相當破的 哇塞,像是怎麼這麼破的呀,怎麼能破成這樣 所以我在它居民區裡面轉,我在市區,東邊的居民區裡轉,已經成這個樣子 哇塞,嚇尿 看著整個房子,大耗子,要不要住,大耗子,要不要住,給你們看看周邊 要不要來住大耗斯,這耗子多好,住不住 哎呀,媽呀,這耗子真的太完美了 這耗子能有120平,看來 市區裡頭啊,這不是市最中心 但是也沒出市心,市裡面核心五公里,就這個樣子 哇塞,他們的這個小區裡真夠可以的 雖然說表面上還有點平凡,但是真夠混亂的這些小區 太破了,它不是房子破了,它是路破 天啊,這種大房子,你羨慕 羨慕吧,想不想要這種大房子 可以奔波來住住,試一試啊 哎呀,我還沒看吧,你也沒有看 我還沒看 你們說你很害怕 不舒服 但是很幸運 因為我沒有看 我還沒看 我們還沒有看 就我還沒有看 我還沒有看 我還沒有看 它沒有看 我今天就住在这周边 在想我能不能顺利的到明天 也别说我不挑什么好的宾馆 这附近就没什么好的宾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真的 真是把我吓尿了 这就要把老虎吓尿了 说实在的我看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阿肯萨斯和阿拉巴马比一个差远了 就是阿肯萨州 你甚至跟密西比的农村什么这些小镇比都不如 它的农村也跟人家差远了太破了 这是我在美国见过最烂的州没有质疑 真是没有质疑 怎么能烂成这样呢 我天哪 吓人 真是吓人 太吓人了 我去这个小区里面 太吓人了 这整个阿肯萨斯 我就没见过太好的房子 真的 你在那个杰克逊 就是密西比最大的那城市 烂成那样 你还能见到几栋好房子 这可能是我由于不熟的远过 真的一栋都没看着过 我去 这房子能有八十平不能 就是单栋了这小房子 估计里头八十平能不能 我得干嘛呀 所以说这人啊 思想啊 就是你越保守圆的 你知道吧 你这么保守的思想 你那么排外 你说你这富了吗 你这没一富啊 你这相反你这这么穷 穷的都没话说了 哎 我去 我都没想到今天住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旁边全是平民区 哇塞 哈哈 哇塞 这酒店不用安全门 门都进 不用安全卡 门都进不去 到了 哎呀 这个房间哪